Hello 大家好 我是私家媽咪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私家家庭上星期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姐姐中了COVID 話說兩個星期前的星期六 我跟另外兩個家庭一起有聚會 聚會之前我們三個家庭 已經各自做了快速測試 證實了是陰性 大家才繼續進行聚會 那晚吃飯的時候 我朋友的女兒突然間不知為何會很悶 然後到10點多時 她突然間跟媽媽說覺得很冷 然後我摸一下她的手 為什麼這麼冷 真的很冷 但我家其實長期保持20度 21度左右 照計應該不會覺得冷 然後她媽媽再摸一摸她的背部 好慶 然後大家都心之不妙 因為大家做媽媽都知道 只要是手手腳腳覺得很冷 但是背部好慶 都相信小朋友應該可能在發高燒 於是我就拿個泰面器和她一摊 燈子就馬上是紅色 去到39度了 然後她們回到家裡之後 又再看那個棒 即是驗發速測試的那支棒 突然間又多了一條 是很淺很淺很淺色的一個 positive那條線 所以其實那一晚 我們四個都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可能我們都已經是受感染了 去到第二天早上 即星期日的早上 全部都涼了體溫 因為我要記錄我們正常的體溫是多少度 才可以有個對比 然後到我們那天臨上出門口之前 姐姐有突然間跟我說 就說媽咪我覺得很累 而且好像有點不舒服 那我又再幫她探熱 這一下就真的了 測試到她真的發燒了 那我就立刻又再跟她 再做那個lateral flow test 但是是negative來的 即是還是陰性 其實英國這邊是很好的 因為它有一件事 就叫做lateral flow test 就是這一份 其實它會是類似快速測試的東西 其實它會是給你在自己家裡做測試的 當時最初我有這份東西的時候 就是在我和爸爸打第二針的時候 打完之後 那裡的職員就派了我們每人一份 其實主要就是鼓勵大家 如果一有不舒服 就自己可以立刻在家裡做測試 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中了 其實除了在打針的地方之外 其實可以在某些指定的藥房 或者在一些指定的場所可以拿 另外更方便一點 就是你可以在網上登記 上去NHS的網頁那裡 去登記 所以它會用三個工作天 就可以寄到你家裡 非常之方便 每一盒裡面 其實它都會有七天的份量 足夠你可以連續七天這樣燃 非常之好 其實它的用法和其他測試都是一樣的 主要都是用一支棒棒 尿喉嚨和尿鼻膏 然後放進瓶子裡的水 然後滴出來 就滴到一個棒裡 然後等它究竟是一條線還是兩條線 當然一條線是negative 兩條線是positive 雖然家姐仔驗到是negative 但是那一天她就越燒越高 兼且就開始跟我說 有頭痛了 很不舒服 半夜甚至是燒到40度 所以其實我們都不敢鬆懈 兼且其實家家那一天 她本身是和小妹妹 其實她們玩足一天 所以其實她中的機會率其實都很高 但是這幾個星期 爹地公司因為有緊要事 又不可以請假 所以其實我們都和她 刻意抱持距離 我也搬去和兩個女兒睡 因為我是主要照顧兩個女兒 我也不想傳染給爹地 因為我也要方便照顧姐姐 所以我也唯有戴著口罩 和她們一起睡 去到第三天 即是星期一的早上 其實姐姐已經慢慢退消了 穩陣起見 其實我也再和她做多一次 Lateral Floor Test 今次就證實了是positive 當所有病徵都沒有了 就驗到她是positive 我們再登記 全家要做一個PCR Test 這個Test 就是準確度更加高 因為她是要寄回去LAP 做化驗 這個Test 是怎樣才可以請求呢 其實只需要在以下三個病徵裡 其中有一樣都已經可以做了 包括發燒、持續吸收 又或者是你突然喪失了味覺 或者臭覺 或者可能有轉變的 你都可以請求去做 又或者我沒有這幾個病徵 但好像我們一樣 是一起住的 和有一個確診者一起住 又或者你曾經是有個感密接觸過確診者 亦同樣都可以請求做 這個Test 主要就是你可以上網去看看 究竟在你家附近 究竟哪一處是由那個site 是可以親身進去做 你可以走進去做 也可以 又或者好像我一樣 我就不想趁著兩個女兒出去做 我就請求了就是郵寄你家 基本上你請求了應該是第二天 他就會寄到你了 但我那晚因為是十一點多才請求 所以他就後了一天才寄給我們 他那個做法同樣都是 都是了備了喉 然後你就將他們盤好 一盒盒 就這樣 就這樣 就放回去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 instruction booklet 那個 booklet裡面 就會告訴你 你要放回去一些油桶 是寫著priority的 兼且有一些是anti-chess label 的那些油桶 放回去 就可以送到anti-chess lab 做化驗 通常你郵寄了之後的第二天 他就會出一個email 或者sms 給你 我也是 我記得之後第二天 就收到那個result 就說家姐真的中了 就是一個確診者來的 他需要在家中隔離十天 但是如果在我們當時那個日子的時候 如果在第六、第七天 連續兩天 再做lateral flow test 證實是negative的話 其實你第七天當天 就已經完成隔離 而在這個星期一 亦都是1月17日開始 只要在第五和第六天 這兩天連續做測試 而測試也是陰性的話 最快六天就能完成家中隔離 那原因是因為 其實Orbicron的這個病毒 其實它是離得快 都走得很快 那它是希望 有一些譬如醫護人員 或者是可能教會工作者等等 如果他們真的已經是很快 都已經沒有了病毒了 就希望他們可以盡快 返回他們的工作崗位 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而我熱癱得意 我真的第四、第五天 就再幫家姐做測試 的確 就真的已經變成negative了 所以其實那個期 其實那個病毒 存在在身體裡面的期 都真的很短 但當然 會有人可能會長到十天 或者總之 你要做 做到你那天 是真的染了negative 或者是沒有任何的病症 那你就可以完成家中隔離了 其實家裡有一個小朋友 中了的話 是怎樣隔離呢 其實都真的幾難 其實家裡的兩個 其實都比較小 都很難真的把他們 各自困在一間房間裡面 困足這麼多天 而且其實我們全家人 其實都有機會已經是中了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盡量在家裡 大家一起都是戴口罩 打開窗 盡量空氣流通一點 還有就是 努力點洗手 吃飯 盡量分開前後吃 或者是分開桌子吃 當我以為 我們的功夫粥做得很好的時候 當家姐好完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 她兩姊妹 都還在用同一支瘦口水的杯子 來用瘦口水 因為我沒有跟她們說 要分開 當然兩個小女兒 不會知道 我們要分開用 還有 我之前分開房間睡覺 不想傳言給爸爸 但後來 原來我跟她這麼多天 都還在用同一個瘦口鍾 所以有些 日常生活的細節 可能自己都沒有留意 都忽略了 經歷了這個星期 除了姐姐確診之外 好幸運地 也很感恩 暫時我們三個還是陰性 也不排除 不知道會不會是 因為我和爸爸 都已經帶了三針 還有 其實最好奇的 就是 嘉嘉 因為當日 她和朋友的女兒 玩得最長時間 而且她和姐姐這個確診者 一起搗進手口水的杯子 一起用了整個星期 但是 她暫時沒有異樣 跟她做Test or Negative 我也很懷疑 其實是否有抗體 還是還是 其實她12月中的時候 她也是發過一天燒的 過程都幾次 姐姐今次確診的病徵 就是一燒也是夜晚燒到40度 然後第二天 又立刻自己 又是沒有吃藥的情況之下 又是自己退燒 那一次 當她發燒的第一天 我也是幫她有驗 但是當日又是 Negative 跟姐姐一樣 都是發燒的那一天 是 Negative 但是那時候 我就沒有說 她退燒後 我打算她康復 還有 我沒有想過 第二天又再幫她Test 其實就不知道會不會 好像姐姐 其實會不會是 病徵退了之後 才變了 Positive 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都是一個問號 其實呢 我現在都有點後悔 因為其實當初 我那晚去 request PCR Test的時候 其實她有一步問我 你需要不需要做 抗體測試 但因為那一刻 已經有好事 我有心急 那我就不管了 我主要是做PCR Test 那我就取消了 就不用做抗體測試 但現在這一刻 我就很後悔了 那我就嘗試回 一兩天 我又在網上登記 看看可不可以再做 那現在她就說 要等電郵通知 什麼時候可以做 那她是怎樣做的呢 抗體測試 其實她也是會 你會有個Kit 其實她有一件東西 就好像人家做血糖測試 一樣就是打進手指 然後擠血 然後擠回一個份量 然後同樣好像PCR Test 那樣 又一份份 就擠好 就寄回去 有priority的那些油筒 拿回去NHS那裡去驗血 那其實自從聖誕假期過後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可能其實都會隨時會受感染 那兩個女兒 即是上學 又不需要戴口罩 那兼且現在最流行的Omicron 亦都是她的傳播能力非常之強 還有潛伏期有0至7天 那其實這幾天 應該這兩個星期 其實都在訊息中收到很多 就說不同的小朋友 兩個女兒的班上 也各自有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都是先後這樣已經感染了 每個小朋友他們的病徵 我看回家長說 其實很多小朋友的病徵都不一樣的 有些就像姐姐那樣 會發高燒 有些又可能是輕微一點的 可能是流鼻水 喉嚨痛 又或者有些可能只是頭痛 至於她其中說 沒有味覺沒有臭覺 我認識的人 多數都是大人才會有這個病徵 雖然姐姐發燒至40度 但是她燒得快 退得很快 不夠24小時 自己就已經退燒了 在不吃藥 不需要吃藥的情況之下 我感覺上是比流感輕微的 因為其實流感都會不停地 高燒低燒高燒低燒 持續玩了幾天 燒了幾天 但是反而 這個COVID 她只燒了24小時 就自己退燒了 這樣就康復了 當我告訴給香港的家人 和朋友知道 家姐中了的時候 大家都很擔心她 要不需要進醫院 要不需要看醫生 要不需要看醫生 要不需要藥食 怎樣怎樣 其實在這裏 應該真的 什麼都不用做 純粹在家裡休息 在家中隔離 那 如果 你真的 很不舒服 很高燒 或者 她會建議你 會吃Prepacetimo 如果我真的 呼吸很困難 又真的很不舒服 其實也可以打電話 要求我想要入院 也可以的 其實我也是想 藉著這條影片 跟大家說 其實大家身處什麼地方都好 如果不幸真的中了COVID的話 特別是現在 Omicron這個病毒 其實真的 雖然傳播力 大家聽到說 傳播力很高 很擔心 其實 這個病毒 真的比較 那個 患者的病情是比較輕微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需要 特別太過擔心 最重要就是要多點喝水 多點休息 好完之後 就要去治強的抗體 這次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這次分享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 like share subscribe 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片就會告訴你 下次再見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 加油 拜拜